在過去這一屆打中點人數 拉布市民是很討厭的 我希望新一屆不要再出現這種情況 希望真正理性無實討論政策 監控政府 去做好立法會議員的職流 我們一直都在研究 有沒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很困擾 但是我們知道泛民的議員 他們不肯去改 因為他們覺得改了 我們是不是沒有拉布的殺手間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拉布下去 這個議會真是沒有好日子 有些事情應該過不了 道亦有道 我說說 我們的梁醫生就連底線都沒有 只是點名點名 我覺得對這個議會是完全沒有用的 70個議員 大部分議員都是贊成的 是一個議員可以拖垮整個政府 希望下一屆 但是政府也好 議員也好 大家要退後一步 有些容忍有些包容 否則受害就是香港市民